各位好 我是陈一佳 在美国4月15号是每年报税的最后的期限 4月15号已经过去了 但是关于税收的话题还没有结束 来自于共和党最新的一个报告显示 在2013年的时候 美国的政府在税收方面的收入可能达到历史的新高 但并不表示国税局会在查税方面有任何的松懈 从各年的迹象来看 虽然在国家政府方面的支出不断的削减 但是国税局正在增加对于查税方面的力度 一方面是由于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一些欺诈案件 有一些犯罪人员是偷取别人的一些个人的资讯 进行违法的一些报税活动 另外就是逃税的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 而近年来在查税方面 有个显著的趋势就是对于富人的查税力度是越来越大 我们就拿2012年最新的数据来做一个比较 那对于20万以下的收入的查税率可能只有1% 但是如果你的收入达到了百万以上的话 查税率是高达12.1% 除此之外在整个企业方面 如果是小企业的话 查税率差不多是1.1% 但对于那些收入千万以上的大的企业的查税率 大概是17.8% 宣述还是非常明显的 而如何能够避免受到国税局方面的检查 有几个要注意的 首先要名列出你所有的一些收入的选项 另外如果你的报税当中是涉及到有家用办公室 或者是有公务方面的一些娱乐项目 或者是车辆的使用的话 更容易受到国税局的检查 以上就是来自于美国个人收入以及税收方面的最新资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陈一佳 我们稍后再会